嘩,又要update了,真是,喂,大家好啊,Hello,今天是2020年8月7日,很短的讲一下,这个,原来名单呢,消息的啊,就是财政部名单,找到11个啊,那些高级官员,啊,以及呢, 不是港官,都有份啊,啊,那就会以这个叫做ofac的机制,进行这个sension的,那就是说呢,他们在美国的资产就会被冻结,就是如果有炒美股各样的那些,那以及啊,所有的美国国民,是美国国民,和公司啊,就是包括apple的,你没买apple手机给他们啊,都会禁止,被禁止和他们做这个生意来往的啊,那以下呢,我宣读一下, 这个名单给大家听 香港特别行政区,特别行政长官,林郑月娥,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,陈国基,律政司司长,郑若华,保安局局长,李家超,警务处处长,邓炳强,前,警务处处长,盧伟聪,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, 曾国伟,中联版主任,洛威宁,港澳版主任,夏宝龙,港澳版副主任,张晓明, 惠景酒店公署处长,张安空,哇,跟我刚才说的有点似啊,就是之前那集呢,我未看这个名单的,那现在看了,顺便报一报那意思而已,那我想他是,来得太急啦,这份名单,就是暂时来讲都未想好,啊,有点什么去加下去的,不过,你可以见到的就是呢,那张表里面呢, 你看到有一篮呢,很有趣的啊,叫做Score,Score的意思是什么呢,就就是说你够分的时候就可以上榜的啦,那很明显,啊,这帮都非常之高分啦,哼,就是他是最高分的嘛,是吧,林郑月娥啊,啊,又考第一啦,金黄,他是Score100啊,恭喜恭喜,啊,那最重要的那样东西,我觉得就是呢,其实有追溯力啦,这些,就是你之前班过的那些, 那些,什么,头衔啊,或者学位啊,各样给他那些呢,啊,就最好啊,免得过的话呢,你都不想你家大学有什么事的嘛,那所以最好就褫夺了他以前考过的那些学位各样先,那另外啊,最好不要委任他做校监啦,不是你家大学的分顶啊,各样啊,啊,我怕有些问题的意思而已,就是为你着想这么说的,啊,不过如果你,就是港龙树一条心啦,我都是这么说的,啊,最好林郑月娥都是那句咯,我们,我和我的团队 和香港很多支持我的人士,那包括谭命伦那些啊,麻烦,啊,那是,港龙树一条心,我们是物不可分,是鱼和水的,就是水鱼,啊,的关系来的,有我就有他们,有他们就有我,那现在有我,当然应该有他们啦,就是这样样,好,今天讲到这里, 的textning.co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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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